長時間驗陽高照的氣候 最適合種植這種乳香植物 乳香 您有聽過嗎 就是乳香植物的樹枝 接觸空氣後 凝結成白黃 帶點紅色的半透明塊狀物 散發出天然香氣 之所以稱為乳香 是因為這白潤的樹枝 就像是乳汁一般 被古阿拉伯人稱為奶 同時乳香也早在中古世紀 就傳到歐洲 被古代法國人稱為珍貴香料 目前的盛產地 在非洲之角附近的索馬利亞 葉門和阿曼一帶 點火燃燒乳香 散發的香氣也能鎮定身心 但是現在全球市場需求量大 過度採收也破壞了乳香木生長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出手 將乳香盛產地之一的阿曼南部的瓦迪道卡地區 列為世界遺產 成立保護區確保樹木順利生長 除此之外還透過考古工作 挖掘出橫跨好幾世紀的文明遺跡 都是些古時候的貿易場所 古代絲綢之路也曾經過當地的海港 成立這座生態文化基地為了大自然 也為人類文明保留足跡 大愛新聞 旅人好兵役